时代革命 如果这场是一个面对恐惧的战争 天赋在我前面 带着我走 第58届金马奖 三部香港电影获奖 时代革命拿下最佳纪录片 因此取得角逐奥斯卡奖的资格 导演周冠威接受香港大纪元专访 强调纪录真相是使命 他做了一个梦 决心留在香港继续创作 空间其实是你自己给自己的 我不是很希望环境会给到很多 是现在这一刻的香港 你离开了香港 你都是恐惧的 因为我追求的不是人生的安全 我追求的是生命里面的自由 恐惧你要面对才能够克服的 你逃避是克服不了的 香港众新闻文章指出 香港特首电影相关的港府机构 和立法会议员 媒体TVB 亲共港媒 主流香港媒体 回避了时代革命获奖的消息 在中国的压迫之下 他怎么敢讲 我们希望在所有国家 看到这部电影的过程 我们也希望台湾给最大的鼓励 也希望全世界也看到了 在整个时代革命中的一个记录 自从大陆这样强力介入以后 跟以前的香港是不一样的 很多的声音不能很正常的发出来 香港的情形我们当然感到难过 该文章称 回避的静音是得奖作品 时代革命和花果飘零 都围绕反送中运动 原因是中共2019年起 离至金马奖 金马奖是我们华人圈里面 最高的电影荣耀 恭喜每一个获奖的片 跟获奖的人 香港的媒体工作者 他们的人身安全都受到 非常大的压迫 除了声援之外 我们也期待更多人了解香港 27日出席金马奖典礼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发文提到几部获奖作品 没有提到观众票选第一名的时代革命 引发许多网友留言疑虑 蛮担心朱立伦你到底怎么了 为了民主 为了自由 为了平等 孙中山先生常常站在你身后 看着你 28日 国民党发言人林涛说明 朱立伦的贴文主要表达 对已故导演理型的敬意 没有点出所有得奖作品 但是朱立伦和国民党 声援香港自由民主和公民权利的立场 永远不会改变 未来会持续为香港发声 新唐亚太电视黄亮浅张东旭 台湾报导 还有其他的身份